好 看完这段影片之后大家都在问是谁这么恶劣 我们看到从这个影像中呢 看得到他的这个车牌 不过呢 车牌的漆快要掉光了 只能够隐约猜出后面的数字是327 没有办法看到全貌 目前没有查出他的身份 不过这段画面引发了众怒 网友说要动用人肉搜索 详尽办法把它给揪出来 当时的男子就是从这巷子口里冲出来 刚好就在消防车正前方 而且还一直骑在前头 甚至举出了左手 连续挥舞了两次 男子骑出来的巷子里头就只有20来户的住家 但是偏偏没有人看过他 到底这名男子是何许人也 看他大约30来岁 当天穿一件红色的风衣外套 深色的裤子 接一台白色轻型机车 车牌隐约看出来第一个英文字是T 最后三码的数字应该是327 但影像实在太模糊了 难以辨识 其实当消防车影片po到了网路上 有网友说实在是太夸张了 根本是挑战以公权力 还有人酸溜溜的说 不要被人人肉搜索出来后又说自己有病 消防队目前没有要提告 警方入口监视器也无法辨识出男子的车牌 现在只能看看他会不会看电视 发现自己成为了新闻主角 知道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 别再犯了 中央新闻零部章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